震华三陵 世界上最大的起重船 中国自主建造 这个长度超过297米 宽度58米 排水量接近25万吨的庞然大物 体量超过了全世界所有现役航空母舰 它正前往林丁阳海域 完成一项世界瞩目的工程 港珠澳大桥最终接头安装 林明 港珠澳大桥总工程师 正在对最终接头进行最后的检查 这是一个巨大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重6000吨 林明要将它准确地插入30米深的海底 完成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的贯通 6000吨的最终接头 重量相当于22架空客A380 整个吊装过程要确保绝对平衡 任何倾斜都将是灾难性 为了这次安装 林明准备了三年 做过上百次方案推演 港珠澳大桥 全长55公里 由跨海桥梁和海底隧道组成 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对于这个东方大国来说 这55公里连接的 不仅仅是粤港澳三地 未来因它而形成的 56000平方公里的区域 将是继东京湾区 纽约湾区 旧金山湾区之后 世界经济版图上 又一个闪耀的经济增长级 这个超级工程 堪称世界桥梁建设史上的巅峰之作 在它身上 凝结着过去数十年 中国桥梁设计 施工 材料研发 工程装备等各项成果 这是一次 中国实力的集中展示 港珠澳大桥 对于全世界桥梁 和我们 在一家 一家 一家 最终街头安装 开始了 成功与否 在此一举 起重船振华三菱掉臂 向舶船方向移动 供人们把四吨重的吊带 挂在最终街头上 每根吊带长一百二十米 直径四十厘米 由十四万根高强度纤维丝组成 这是振华三菱大展身手的时刻 它的臂力 最多能吊起一万两千吨重物 并做三百六十度回旋 全世界没有人把一个六千多的东西 去这么赚一下 没有一个人敢在我们之前去赚 林明他们过去四年 已经成功安装了三十三根城管 但都只需要单侧对接 而这根最终街头 不仅要完成双侧对接 而且水下安装余量 仅有十几厘米 即使水面风平浪静 海底涌动的洋流 也会形成巨大推动力 最终街头能否精准嵌入安装机槽 需要振华三菱保持绝对平稳 这艘大船是为这次安装专门定制的 耗资二十多亿元 历时四年建造 过去看有什么装备设计什么的方案 你今天看我们港州 你想怎么干 我们国家现在都有能力 制造一些专门的东西 能够干成 这样的装备制造实力 让中国建设梦之队 无惧任何极端工况 九十度旋转 持续了四个小时 最终街头到达安装位置 林明他们每个操作步骤 都要以一米计算 各位系统注意 首先调到十多分以内 东西方向调到五多分以内 最终街头入水后 林明通过电脑数据 控制着安装节奏 正在建设的超级工程 港珠澳大桥迎来重大节点 海底隧道的最终街头 港珠澳大桥触发的经济末端的细微变化 已经在七百三十多万香港居民和六十五万澳门居民中悄悄产生 因为生意 冯泽田过去二十年不停往返于香港和内地 大桥贯通后 从香港到内地 担城仅需三十分钟 冯泽田已经在心里筹划着自己的事业蓝图 到了很多人都不在意为坐船 不为跑 港珠澳大桥我相信应该会影响完它 整个生活圈会影响很大 整个生活圈会影响很大 作为龙头 2020年 粤港澳大湾区将形成以珠江至西江经济带为腹地 带动中南西南发展 并辐射东南亚南亚的经济大格局 这是中国经济战略布局的一次伟大创举 一个昼夜的不眠不休 连续十七个小时的海上作业 最终街头精准着床 安装精度控制在一端是0.8毫米 另一端是2.6毫米 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全线贯通 数万名工程师与工人将人类桥碎技术推向了新的高度 各方各样如果都去做梦实现一个梦的时候 这国家会变得无比强大 天嵌变通途 一座座中国桥正为它赋予新时代的注解 杭州湾跨海大桥 下章跨海大桥 平潭海峡大桥 青岛跨海大桥 中国的跨海大桥都已经是世界级的 同样在刷新世界纪录的 还有中国的跨江大桥 武汉长江大桥之后60年 贯通中国南北的跨江通途建设不断提速 今天仅在长江上 已建好和再建的桥梁就突破了100座 丹昆特大桥 世界第一长桥 跨越公路、铁路、水路 打开了长三角经济要素流动的新通道 大圣关大桥 世界上设计时速最快的铁路大桥 京湖高铁的重要越江通道 天兴洲大桥 长江上的新枢纽 光是高铁 每天就要通过260多趟 除了跨海大桥 跨江大桥 打通一个个偏远断点 让中国经济血脉变得更加畅通的 还有这些西部大山里的中国桥 北盘江大桥 相当于200层楼高 它连接起前川滇三省交界最后一个高速公路断点 美丽的天山洲 这座桥解决了伊犁河谷数十年的出行难运输难 现在伊犁洲能够全天候直通乌鲁木齐 上海到瑞丽的国道主干线上 峡谷里的霸凌河大桥 现在是全世界低空跳伞爱好者们最爱的地方 一座座新颖奇特的现代桥梁 正在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新标志 勾勒出中国经济运行效率的新版图